是 我有几个朋友去台湾 不不不 台湾 台湾也讲这些 朝鲜跟台湾 去那个朝鲜的 去朝鲜旅行 他是觉得 这个朝鲜跟那一块那个翻译 特别好 而且在北京都是留过学很长时间 一路带着他们走 他们呢 就是你说他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 就是也不好意思啊 乱钻那个小胡同 因为人家对你很热情 你知道吗 而且呢 人家就明显不愿意 让你到某些地方去看 慢慢的弄得你自己吧 你也不好意思 让人家特别为难 当然聊起天来啊 这个也算通达的 就他这个朝鲜接待这个人员 就说中国呢 我们认为啊 你们这个经济搞得好 他还是承认 就是经济改革很成功 修正主义嘛 但是就说政治上呢 失败了 修正主义 江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如果每个人都心怀大爱 放下小小的一笔 给予小小的支持与关怀 分享小小的温暖与希望 凝聚两岸三地 每一份善心力量 让诚意收获尊重 幸福不再孤单 焚酒公益中国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妇科炎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妇科炎症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娶 采无极之水 会冤酒精 年份冤江 五井贡酒 我觉得咱们呢 就在中国生活久了的人呢 老是不爱把这个主义和理论当回事了 如今的人们 其实呢 我就觉得 要理解这个朝鲜呢 是不是还是应该了解一下 他这个主体思想 到底是个什么思想 你知道 当然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啊 学习这个主体思想 但是呢 我这两天呢 我去了向泰国 你知道吗 我在飞机上 哎 我学习了一下 朝鲜的 金日成的这个主体思想 你在泰国怎么干嘛 学习 不是 这个飞机上啊 有那个华文报纸 是 可能是泰国华人办的这个报纸 你看 叫什么呢 叫新鲜日报 鲜罗 就新鲜日报 华文报纸 但是华文报纸呢 出现了一整版的这个 你可以看 这是广告吧 对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呢 朝鲜方面的这个广告 就登了这么一大板 你看 我就大家 叫主体的永恒太阳 所以呢 我在这里边学习了一下 主体思想 你说主体思想是什么 他们为是 他们的主张啊 是什么 你再看看 下边我画黄线的这几段啊 这个广告里边 世界进步人民称颂社会主义朝鲜的十足 金日成主席为主体的永恒太阳 你仔细看呢 跟中国过去还是有不同的 你看啊 1930年6月 他在卡伦会议上 阐明了主体思想的原理 以此为基础 指明了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 这是宣布主体思想 创立的历史性事件 由于主体思想的创立 展现了过去啊 你注意啊 这讲哲学了 过去认为自己是 自己的奴隶命运呢 是命中注定的 成为历史对象的人民群众 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过去啊 老百姓以为自己不是历史的主人 而是历史的对象 就当奴隶的命啊 但是现在人民群众觉悟了 作为世界和他自己命运的主人 自主的创造性的开辟时代 和革命的前进道路的历史的新时代 叫自主时代 你看 他在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中 坚决维护了国家主权 这也没提咱们自然军什么事 这在他的先军革命领导中 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用卓越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 胜利的领导朝鲜军队和人民 给自诩为最强的美国 以历史上第一次的惨败 我觉得小时候不是说咱们呢 他其实很少提我们 他很少提 你看他说 他英明领导朝鲜 在解决国际舞台上 发生的所有问题方面 你注意他的用语 所有问题上面 堂堂的行使自由权 堂堂斯密达 是吧 1962年 美帝国主义制造反对 古巴的人民的加勒比海危机 1964年 这个北部湾事件 朝鲜并没有看别人的眼色 也没有追随大国的立场 本着自主原则 庄严表明了 对于局势的原则和立场 你知道我为什么大段给你念这个 我开始当然是了解一个 蛛丝马迹 就是他这个主体思想 这个主体思想 是不是直接的逻辑 就是说 我不要养人鼻息 你不要觉得我是听中国摆布 我是一有机会 我这个自主 什么叫主体思想 就是要做自己的主人 对 是不是这么一个 他这个主体思想 其实并不复杂 我们听了好像觉得很神秘 你仔细 我那时候真的认真读过 金日成的一些演讲或文章 很坦白讲 就不是要制造什么外交纠纷 得罪人家 很坦白讲 他的理论水平并不是太高 他很明显在马列主义的拽言上面 没有太厉害 他倒是受了不少毛泽东的影响 但是问题这也是二手影响 就他本身不是那种 对有像毛主席这样 有哲学关怀的人 那么他讲穿了主体思想 就你讲的 其实就是自尊 就是自尊性 自主 那这个自主是两方面的 第一方面就是说 他要从历史上追溯 说朝鲜这个国家 他历来呢 最大的威胁叫什么 他要拒绝 主体是要拒绝一个东西 叫做拒绝世大主义 世大是什么呢 就是侍奉大国 所以这个国家呢 以前呢就常常侍奉大国 那他说他怎么讲呢 他讲的很巧妙 他说过去被日本欺负过 然后俄罗斯也欺负过他说 还有他说部分的中国不足 不足 然后还有美国啊 什么这些 所以他这个说 我们历来就世大 你想想看 什么叫历来就世大 你想想看 这个话很妙 朝鲜历史上 被认为是中国的附庸国嘛 所以他就历来世大 其实暗指中国的 然后呢 说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那第二呢 他也要有点马克思主义的调子 所以就接上说 那我们这个主体是谁呢 是人民群众主体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他也谈这个 可是正面 他有个很关键的一点 就人民群众 努力自己创造 那我们就想 这很矛盾 那如果真的是人民群众的话 那金家这个 是跟人民群众什么关系 他要指示 他就说 人民的大旧亲 他是人民的母亲 那这一点呢 他跟中国不一样 比如中国我们跟随领导人 或者跟随党啊 党是我们唤醒了我们 代表我们 救醒 救醒 叫醒了我们 然后他代表我们 但是他们那边不同 他们那边是把金家呢 形容成跟人民群众 是几乎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 是种 不是父子 而且是母子 他形容 你看他的 他的以前的话很怪啊 他话金日成啊 那个笑容啊 是很温柔的 很温暖的 他很少以战事形象出现 反而他老婆 老是以战事形象出现 自己进步人民嘛 你看他这些词的罗列 很有意思啊 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 金日成主席 为主体的永恒太阳 但是几个 我觉得几个东西 加在一块 加在一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时间 你需要浓缩的口味迅速醒神 就像这个时间的资讯 要用精脆 厚重 深度的原料 快速炮制 新闻家评论的深层见解 第一时间强化资讯建商力 资讯快递 星期一 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传厂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廊 还有一个 所以有一点很奇怪 你看朝鲜 朝鲜很多人说 什么随便就说 什么签了什么约 翻 回头就不认账 那天讲好六方会谈 回头又说不谈了 你知道他做这些事 外界就觉得你莫名其妙 或者觉得你不守信用 但是他们的解释底下 是解得通的 他会解释成 那是因为我们谁的面子都不给 我们爱怎么干 我们任性 我的理想也是这样 但这个任性呢 他把它理解为 是一种很高尚的事情 那么而且更妙的是 其实现在他们很多 外国去的原住品 对不对 美国什么Angelo 出一大堆原住品 那以前呢 他们会把这些原住品 都在这些外来民 给抹一抹 比如说那时候 我们中国去的东西 那个铁路啊 火车 他把那个长存制造啊 什么都给抹掉 现在不 他就让老百姓看 这美国老送来的 韩国送来的 但是他有新说法 他说 为什么我们接受这些援助呢 那是因为 他们怕了我们 对 我们天下第一强国 天下第一强国 其实很熟悉 其实他那个自力更生啊 又发生核武器 真的是有点像 我们那个时候拒绝苏联 中国跟苏联分开 他要玩骨气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当时你想 从共产国际的立场上 老大哥 对不对 从地言的 从经济的力量 当时的中国要离开苏联 要独立的情况 语言用的也是差不多 还有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 70年代我在乡下 不小心说了一句 美国的经济比中国强 苏联地方比中国强 差点被批斗 就是说 你要跟农民说这一点 就是说 这个苏联这个地方 比中国大 这个是还好 拿地图都可以做正的 他全部相信 所有的人就是 而且说美国是比中国有钱 也全部不相信 所以当时也都觉得 我们是最强的 天下第一强 所以我觉得这是 我们都走过来 所以非常熟悉 问题是现在国际政治变了 咱们这小兄弟 这下来对我们 我们这下来怎么办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他现在也是搞这个 他把点核弹